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 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款产品 华硕的PG27AQ-DM 它是一款2K 240Hz的OLED电竞旗舰 同时我们找来了全球最快的IPS面板 UltraFast的PG27AQ-N 做一个性能的对比 看看它们两者之间的性能差异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测试报告 我们先从它的包装开始来看起 不同于PG27AQ-N等27英寸的ROG显示器 PG27AQ-DM的包装更像是一台25英寸的规格 甚至比我刚买的AW2524H的包装还要小一些 在包装的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特性 240Hz Olight 0.03毫秒 原生10bit 99%的DCP3 我们来打开它的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底座 一个支架 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一条电源线 一条USB上行线 一份ROG贴纸 一份说明书保修卡 和一份校准报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色域空间是SRGB 测试仪器为科美的CA410 实测色准平均值为1.53 最大值为3 γ为2.19 整体的表现中等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盘本体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 相比PG27AQN AQDM采用的全新的设计ID 正面四边微边框 底面有一个和PG421Q类似的T型小下巴 小下巴内有一个可以发光的红色ROG标志 在小下巴的背面 还有一个五项摇杆按键 一个开关按键 和一个信号切换按键 再往下底座为全金属材质 并且时隔多年ROG旗舰显示器 标志性的投射灯重新回归 投射的配件为磁吸式的 华硕还提供了四根绿片 供玩家自定义投射图案 在投射灯的上方 还有一圈红色的氛围灯 颜值也很不错 从侧面来看 它的面板厚度非常鲜薄 仅为5.8mm 这个厚度和LG的27GR95QE基本相同 我们来看背面 它做了一个类似ROG笔记本的小背包设计 里面容纳了驱动元器件 在背包的右上角 有一个像素风的ROG logo 与ROG幻16的A面光弦矩阵屏 效果类似 颜值很出色 支持神光同步 但不支持自定义图案显示 略显遗憾 自驾方面 背面中间位置做了镂空设计 在升降滑块上 还有一个发光的Swift标志 自驾顶端有一个固定螺孔 方便用户安装一些辅助配件 自驾功能性方面 它支持升降 30度左右的水平旋转 以及左右各就数的垂直旋转 整体调色的阻力感 属于优秀的水平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和两个USB下行接口 不要遗憾的是 它并没有配备 我们所期待的Type-C全功能接口 整体从外观颜值的角度来看 它的模具精致且非常酷炫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红色的ROG 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低转感受 它整体的观感比较通透 色彩艳丽 观感亮度只要优于 我们之前测试的LG27GR95QE 在实际的测试中 默认SDR状态下 存在ABL机制 我们会在后面的亮度测试环节 全面分析它的各项亮度调校 说回来 色域测量 它达到了138.55%的SRGB容积 PPI为109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一般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垂直条状排列 但并不是传统的RGB纸像素 而是RWBG四摄像素 这使得它在显示部分黄绿颜色的场景下 会出现彩编的现象 O2C菜单方面 也应是ROG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同时你还可以使用华硕官方提供的显示器控制套件 实现色彩模式和基本功能的调节 我们来看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通过一切测试 模仁出厂为6307K 菜单中的色温选项还提供了4000K到1万K的调节 另外不同显示模式下的色温也不同 但大部分的模式是在6300K左右 只有影院模式是高能色调 实际测试为9223K 色域空间方面 它默认的是DCI-P3 菜单中还有SRGB模式的开关 在默认的P3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7.4% 平均色压值1.59% 最大色压值3.56% 表现尚可 S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100% 平均色压值2.35% 最大色压值5.77% 偏差较大的部分 主要是蓝色区域 SDR亮度方面 AQDM的亮度机制分为三种情况 在默认6300K的比赛模式下 它的亮度存在ABL机制 在实际的测试中 1%到25%的ABL状态下 它的亮度保持在364L左右 从26%的APL开始 亮度会逐步下降 直至全频为199L 随后 在同模式下 将色温调节到9000K 在1%到25%的ABL状态下 亮度会提升到400L以上 全频亮度则会提升到220L左右 相比默认的6300K色温 亮度提升到10%以上 第三种情况 菜单中有一个均匀亮度设置 开启后 相当于关闭了面板的ABL机制 屏幕的各APL亮度会维持在同一水平 在6300K色温下 亮度会维持在221L左右 9000K的色温下 各APL的亮度 则会提升到248L左右 这个亮度表现 相比面板规格书提供的150L的参考数值 提升了65% 让人惊讶 同时 以我们过去测量了250L的QD OLED作为参照物 除去色温偏冷外 亮度表现已不分播种 在S加亮度环节 它还会带来一些惊喜 我们在稍后的S加测量环节再讲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它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的表现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AQDM的全频亮度 在195L到215L之间波动 蓝色部分是它的峰值区域 在214L到215L之间 浅绿色部分为205L到210L之间 靠近右侧边缘的黄色区域为195L到200L 以国标25公格 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6.58% 整体的表现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平 切换到色温模式 紫色区域为6200K左右 蓝色区域为6300K左右 底边和视角的位置接近6400K 整体色温均匀度的表现 同样是比较优秀 切换到全屏黑厂 由于OLED的特性 屏幕处于是不发光的状态 因此不存在漏光的现象 为了更直观说明LCD和OLED特性的差异 我们以PG27AQN为例 对比两者的黑长表现 无论是测试数据还是肉眼观测 两者的差异是逆杆见影的 另外因为OLED的纯黑特性 理论上它拥有无线的静态对比度 但在日常使用中 因为环境光线的反射 我们测试了它在不同照度下的对比度数据 如图 实际的表现介于JOLED和42寸WOLED之间 相比34寸QDOLED依然是好上不少 可视角度方面 肉眼观测非常优秀 同时我们使用视角成像仪测试 生成视角雷达图 垂直角度达到了65度左右 水平角度则在50度左右 角度对比度几乎没有明显的衰减现象 整体的视角表现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27GR95QE相同 都是属于非常优秀的水平 我们再次使用PG27AQN作为参照物 它的视角表现呈现IPS典型的实质型分布 垂直最佳视角达20度左右 水平最佳视角为15度左右 斜持的5度最佳视角只有10度左右 整体从测试数据可以看到 它们的视角性能差距是巨大的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调节亮度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因此它不属于PWM调光 但由于OLED的特性 它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平散 在250尼特的白点亮度下 平散波动深度为10.9% 同时我们测试了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整体的曲线和我们之前测试的WOLED是差不多的 实测手动最低亮度20尼特 此是SVM值最高 为0.157小于1 属于是CIE不可见范围 并且在低亮度调节中 它存在一定的射接压缩现象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蓝光波峰在456nm 高能短部蓝光占比10.82%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深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2K 240Hz 10bit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0的规格 也就是18G的带宽 不支持FIL协议 连接PC只能达到2K 120Hz 8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SS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4K的映射 但不支持4K 120Hz 以及杜比世界的内容 连接PS5 可以支持到4K 60Hz RGB的全范围输入 开启高震率模式之后 只能支持2K 120Hz 不支持VR 颜色格式为422 使用Micbook Pro 16连接 在HDMI直连下 可以支持到2K 120Hz 支持HDR 但不支持High DPI 使用Type-C转DP连接 可以支持到2K 40Hz到24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 同样不支持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7毫秒 HDR性能方面 由于Oline的特性 它具备像素级的控光 因此理论上 它拥有368万个分区控制 HDR模式 它预设了三种 分别是HDR游戏 HDR影院和HDR控制台 这三种HDR模式的 默认色温都是6500K 并且都可以单独调节色温到8200K HDR亮度方面 在默认的6500K色温下 这三种模式的表现基本相同 如图 在1%到10%的APL下 都能达到850L左右的峰值亮度 从10%开始 亮度会逐步递减 直到全屏 游戏模式和电影模式 会下降到200L左右 控制台模式则更加的激进 下降到了118L 我们将色温调节到8200K 三种模式在1%到10%的APL状态 峰值亮度会提升到1000L左右 这个表现非常出色 如图 HDR控制台模式峰值最高 达到了1032L 但遗憾的是 100%的APL状态下 它只能达到120L的表现 而游戏和电影模式 则显得比较的稳定 全屏亮度一眼保持在200L左右 相比27GR95QE 亮度提升是明显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开启HDR之后 华硕独有的均匀亮度设置 是不能开启的 我们再来看它EOTF曲线的表现 在HDR游戏模式下 它整体的曲线和标准的PQ贴合度很高 但从亮度曲线可以看出 在70%到90%的灰阶处 偏离PQ做滚降的处理 以此来保留一定的亮部细节 HDR影院模式 相比游戏模式的亮部调教更为保守 在60%的灰阶 就开始偏离PQ做滚降的处理 这样的处理 虽然能保留更多的亮部细节 但同时也会导致实景亮度偏低 控制台模式 实际正确的翻译 应该叫游戏主机模式 它遵循了HGIG标准 对高亮细节进行了硬材切的处理 使得它和PQ曲线几乎完全贴合 这样的好处是实景亮度会更高 但高光部分会容易出现过曝的情况 另外我们发现它的发射倾向偏速 通过HDR模式的色域扫描测试 它的红色和蓝色有一定的欠宝核现象 HDR实景方面的表现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家 完美星球蓝光盘境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控制台模式的太阳核心亮度最高 达到了652L 其次是游戏模式543L 最后是影院模式515L 相比我们之前测试27GR95QE 在同样的场景下 AQDM的实景HDR亮度 整整高出了200L以上 我们将测试场景切换到 海王小区块的高光场景下 控制台模式能达到932L 游戏模式能达到837L 影院模式最低也能达到783L 在华硕基金的调校下 它整体的HDR亮度水平 已经和QD OLED是差不多了 在岩浆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色彩表现比较优秀 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表现 也属于是不错的水平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得益于面板原生10bit的色深 色接过度非常平滑 肉眼几乎察觉不出断层的现象 HDR游戏方面的表现 由于有SGIG模式 整体的高光亮度观感是非常出色的 画面的层次感和暗部细节 也表现得非常出色 整体HDR实景亮度方面的表现 它达到甚至超出了 我们对这块面板的预期 游戏响应速度方面 面板原生支持240Hz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24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PG27AQN没有预设OD档位 实际用仪器测试 平均灰阶响应达到了0.21毫秒 通过分析波形 在部分的灰阶转换下 最快值甚至达到了43微秒 但我们同时发现在部分的灰阶转换下 会出现过充现象 实际用仪器测试 平均过充为7.64% 最大过充为24.42%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 同时我们参考了VSA和国际显示 计量委员会联合编写的 IDMS测试标准 测试对比的不同面板 在最大刷新率状态下的 模糊边缘时间 以此来评估它们的运动清晰度 其中搭载240Hz 欧奈屏幕的 华硕PG27AQDM B1T 能达到3.3毫秒 和同面板的 27GR95QE的表现是接近的 而搭载360Hz UltraFest的 IPS面板的 PG27AQN B1T 以为3.55毫秒 通过UFO滑轨跟踪拍摄 可以看出 AQDM的UFO轮廓 相比关闭OD状态的AQN 更加清晰一些 并且飞碟上白点之间的分割 也更加明显 我们将AQN的OD调节到正常之后 由于少量的过冲 会产生蓝色的轨影 使得UFO的外描边 显得更加清晰 但在飞碟中间的白点清晰度 依然逊色于PG27AQDM 游戏功能性方面 它内置了一个动态准形 和6种不同样式的准形 其中动态准形 可以根据画面颜色 来调节更明显的颜色 但准形的样式 都是相对偏小的 暗部调节方面 它有3级常规调节 和一个动态调节 常规的1级到3级 暗部提升较小 但调节到动态之后 暗部细节的提升 是非常明显的 并且没有伴随明显的发挥现象 整体的调教表现 是比较出色的 刷新率显示方面 它支持40到240赫兹 VR可变刷新率的显示 有数字和柱状图 两种样式呈现 最后防烧屏机制方面 它具备屏幕保护程序 像素清理 屏幕移动 调节标志亮度 和27GR95QE一样 它预留了用于 像素位移的像素点 因此在屏幕移动的过程中 不会出现画面裁切的情况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内部的做工用料 以及它的数据天地棒的表现 拆开背面的小背包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各项电路元件 在背板上 设有底部的OSD菜单组件 像素灯组件 和底座灯光供电PCB 在面板上 设有驱动板和T-COM板 我们先来看驱动板 在它的上方 覆盖有一块 长条形的金属散热棋片 将散热棋片卸除 下面是它的主控IC和内存颗粒 主控IC是联用的NT68505 以往我们测试的 NT68500系列的芯片 都是带有FRL协议的 但这次不同 它并没有FRL协议 并不支持HDMI 2.1 这让我们感到有些诧异 在主控的旁边 有两枚金豪科技的内存颗粒 单颗128兆 总计256兆 在USB接口处 有一颗微盛的USB3.0HUB芯片 型号为VL817-Q7 用于实现显示器的USB上下型功能 音频接口处 有一颗冒达的耳机公放芯片 型号为APA2172 灯带接口旁 有一颗灯控芯片 用于实现滑硕神光同步的功能 T-COM板方面 逻辑主控是LGDisplay定制的芯片 旁边有两颗滑棒的内存颗粒 和一颗4G的三星EMMC闪存 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面板部分 右上角有它的原厂面板贴纸 型号为LW270ASQERG2 而我们之前测试的LG27GR95QE的后缀是ERG1 这是一块26.5英寸 2K分辨率 240Hz刷新率 原生10bit色深的雾面屏 2%的反射率 35%的雾度 原生色温为8500K 在3%的APL下 能达到亮度典型值1000L 最小值为800L 常规SDR亮度为150L 但在我们的实际测试中 华硕将PG27AQDM的全频亮度 提升到了240L 相比原厂 提升了65%的全频亮度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它的做工和用料都是属于不错的水平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坐标计算 它达到了138.55%的SRGB容积 色域天体网排名第32名 表现不错 SDR亮度方面 实测各模式下 最高SDR亮度为409L 亮度天体网排名第52名 另外 它在9000K的摄温下 全频亮度为261L 亮度天体网排名第123名 超越27GR95QE 成为全频亮度最高的 WOLED显示器 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它却被无限的对比度 对比度天体网并列第一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肉眼和视角移的测试 它的可视角度表现非常出色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的白点测试下 AQDM最大差值为3.52% 平均匀度天体网排名第4名 表现优秀 SDR单独测试像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峰值亮度1032L SDR峰值亮度天体网排名第12名 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的色温为8200K 同时 SDR全频亮度为200L左右 SDR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拥有无限的对比度 对比度天体网并列第一名 分区背光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拥有368万个分区控制 最后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AQDM的灰阶响应 达到了0.21毫秒 响应速度天体网排名第一名 表现出色 同时 在新增的BET响应时间天体网 它目前也保持了第一名 按照惯例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一 全新的外观模具设计 底座投射灯 背面像素风的ROG标志 都让它充满了旗舰的感觉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很少会将外观 作为一项优点 除非它真的非常优秀 二 采用了LGDisplay 最新一代的240Hz W-OLED 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FPS游戏体验非常出色 三 HDR调校出色 实景亮度超出我们的预期 相比之前测试27GR95QE提升明显 峰值也超过了1000L大观 同时 像素级的控光和非常贴合标准PQ的调校 最终呈现的HDR观影和游戏表现 都是非常出色的 四 拥有出色的可视角度 亮度均匀度 纯净的黑场 和极高的静态对比度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一 HDMI接口没有FIL协议 只有HDMI 2.0的带宽 因此 使用HDMI接口无法发挥面板的全部性能 同时 我们希望在这个价位 它能拥有全功能Type-C接口 二 W-OLED通并 使用RWBG四色像素 实际的字体显示表现一般 在显示黄绿颜色 边缘或出现彩边的现象 不适合办公人群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华硕PG27AQDM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